從回立場新聞的辦公室外 已經大門深鎖 立場新聞在去年底宣布停止運作 有多名高層遭到港警拘捕 會想起當時警察來敲門 立場新聞前編輯 也是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陳朗生 雖然心裡早有準備 卻還是忍不住顫抖 用手機直播和警察互動過程 知道警察命令他停止 這是立場新聞最後一段報導 當天當局是以國安法 凍結立場新聞資產 立場新聞有親民員工 被以發布煽動性內容為由逮捕 立場新聞隨後宣布停止運作 港府過去半年多對媒體打壓加劇 去年六月有二十六年歷史的 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 接著是立場新聞 一週後重新聞也停止營運 理由是工作不再安全 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幾度出面否認打壓新聞自由 強調只是依法行事 許多國際大型媒體在香港設有亞洲總部 包括CNN 彭博社 法新社等 但當局從去年十一月以來已寄出十三封信函給外媒 大部分原因是港府不滿意的社論 根據國際記者組織對新聞自由的年度評比 香港從兩千零二年首度公布時的第十八名 已經滑落到去年第八十名 學者就分析香港的新聞自由 已經完全受到中國掌控 去年十一月 香港當局拒絕替一名澳洲記者 換發簽證 這十二零一八年以來 第四位因為申請簽證遭拒 而被迫離開的外籍記者 如果香港媒體人仍希望外籍記者能留下來 繼續關注香港發展 但也提醒他們不要低估當局 可能採取的行動 公視新聞政委任編譯